回答创办人黄仁勋居然化身美国队长 手持金元盾牌匠林胜塔克拉拉了 你以为这集影片要跟你说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的重点灾药吗?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当然会给你满满的干货啊! 比起知道黄仁勋在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上讲了什么 我更想带你们分析 讲完后股价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他的涨跌逻辑 合作伙伴的股票走势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些投资思维才是真的可以让你赚到钱的 所以我们要来分析 为何在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开完之后 回答反而给你下跌 还有几家被黄仁勋投雇 哦不是 我是说黄仁勋点名的公司 依然铁口直断 向上喷发 大家好 我是麦门 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 不盯盘 不短冲 只赚大波段的频道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开幕当天 回答股价开高走低 盘中一度触及历史新高153.13美元 但随后快速翻黑 跌了6.22% 成为费城半导体指数中跌幅最大的成分股 这一幕下惨不少投资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CES展示科技行业的年度胜失 每一场大场演说都可能影响市场格局 而回答作为AI晶片的领头羊 大家对它的期待值自然拉好拉满 市场上大多认为 回答股价在CES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开目前 已经提前反映了许多利多消息 因此当演说没办法提供让人更惊艳的内容时 市场利多出尽的效应就会立刻出现 虽然回答拥有强大的基本面 但投资人的胃口早就被提前调高 尤其是对于次世代GPURubin平台的期望 一旦期待破灭 就会人开始抛售啦 以防有人不知道GPURubin 他就是在今年六月台大演讲时 黄仁勋预告的下一代GPU代号 这款晶片会是回答未来AI计算平台的核心 而黄仁勋在CES电子展中几乎对于新的GPURubin之字未提 目前相关资讯非常少 让大家大失所望 Rubin平台原本计划在2026年问世 因此在CES电子展上并没有打算说太多 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这并不能辅平投资者的情绪 因为太多人在敲碗了啦 而且没有提Rubin就算了 现在的Blackwell晶片的量产规模 也没有给出更明确的进一步计划 原因是市场情绪和整体行业的成长疑虑 虽然回答NVIDIA的基本面还是很强 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成长速度开始受到质疑 因为AI和高效能运算的需求 虽然强劲 但是未来成长速度可能会变慢 而且这次黄仁勋的演说 主要在说挥达了长期战略 对未来技术布局充满信心 但对于短期内的财务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加分 对 黄大哥摆明着说对于财务不会有加分 既然公司获利不会更上一层楼 自然无法成为股价进一步上升的催化剂 市场的反应当然就跟着冷淡了 虽然说CES带来股价震荡 但我们也不能不提其中几个可列入参考的亮点 亮点一是AI超级电脑Project Digits 挥达推出了一款起售价3000美元的AI超级电脑Project Digits 专为AI开发者设计 这款产品将进一步深化开发者生态系统 并未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亮点二是Blackwell晶片的量产 演说中 黄人熏圈部Blackwell晶片已全面量产 这意味着 挥达现有产品的商业化落地正稳步推进 产品量产 并且稳定的商业化 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一条稳定的收入 对未来股价自然会有帮助 做个简单总结 挥达在美国消费性电子涨后股价大跌 反映了市场短期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 但是注意 这并不代表NVIDIA的长期价值被削弱 建议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 要关注几个点 第一是未来财报表现 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财报 将是市场评估会达成涨潜力的关键 第二是技术更新进展 Rubens 4是带平台的进一步消息 可能成为未来股价上行的重要催化剂 第三是长期布局机会 股价下跌或许是分批布局的良机 特别是对于长期看好AI与高效能运算需求的投资者 以上就是为什么会达在CES电子展后 股价下跌的原因 你觉得这是市场反应过度 还是黄仁勋的战略不具有瑕疵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为何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后 美光股价大涨 黄仁勋正式宣布美光成为 全新一代GeForce RTX 50 GPU系列的记忆体供应商 这代表美光的高频宽记忆体技术 将成为会达新世代游戏显示卡的关键零组件 这消息一出 直接拉满了市场对于光的期待 高频宽记忆体技术是人工智慧与高效能运算中不可或缺的 就好比你去买电脑的时候 电源总是跟你说记忆体要不要再加高一点会跑比较顺 你听着以为它就是要推销作业机 硬是不升级记忆体 回家才发现真的跑很慢 同样道理 对于AI这种需要高效运算的东西 优秀的记忆体必然不可或缺 而挥达作为全球GP于市场的领导者 每一次点名供应商 对市场来说都是一种高度的技术背书 这让投资人迅速意识到 美光的技术地位将在未来几年内变得更加稳固 更加不可动摇 所以啦 美光股价在6日单日上涨超过10% 接着7日再涨2.67% 收在101.91美元 在新年的前四个交易日内 美光累计上涨超过20% 成为市场焦点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股价飙升的原因 首先是高频宽记液体技术需求暴增 美光在2024年底已经预测 2025年高频宽记液体市场规模将达到300亿美元 且产能已经售庆至2025年 高频宽记液体的需求爆炸性增长 而美光作为核心供应商将直接受益 而且高频宽记液体是AI模型训练中不可或缺的技术 随着生成是AI的兴起 例如JetGPT等技术的进化 市场对高频宽记液体的需求只会增 不会减 投资人当然更看好美光未来的成长空间 再来 美光的股价在92至93美元时是被低估的 它个人也在98美元再次加码 预测美光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这种知名投资者的信心喊话 会进一步推动了市场情绪 作为灰达新一代RTX50 GPU的记忆体供应商 美光成功在高阶市场中站稳脚跟 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细节 美光的高频宽记忆体技术拥有极高的传输速率与效率 能支援AI训练中的庞大数据流量 这正是挥达显卡需要的性能 而挥达为啥就偏偏选美光 不选其他厂 会被选上就不仅是技术认可 更是一种信任 代表美光有能力稳定供应高品质产品 所以与美光的合作 不但能推动RTX50系列显卡的成功 也能巩固美光在高端技艺体市场的地位 形成双零 未来美光的成长动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AI和高效能运算的普及 高频宽记忆体和动态 随机存取记忆体的需求会急速增长 美光在这两个领域的不局已久 所以美光的市场规模会持续扩大 虽然与NVIDIA的合作非常关键 但美光同时也在拓展其他领域 包括自驾车、云端运算等市场 这些领域同样需要高性能记忆体 未来的营收来源会更加多元化 不过美光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包括记忆体价格的波动 还有如何持续控制成本以维持竞争力 AR不断往普及的道路迈进 投资者也要有提升生产力的工具 超直觉波段软体顺潮流升级功能 让你不用绑在电脑桌 同一个装置、电脑、平板、手机 各种装置都可以通用 不会看筹码、不会看背离 不会看撑压、不会看强弱 还有软体辅助 筹码强弱透过彩色、K线变色 让看盘更直觉 像1月6号日线大收敛突破的这段行情 按照我们的波段视角来看 固定SOB加固定动作 噴了800点 继续无脑爆 而新功能可以画线存档 自己做记号 像个贴心的小机器人 所有愿望一次满足 想象一下在海边吹风 边喝咖啡边看盘 Money自己叮叮咚咚招摇的路障 是什么感觉 现在只要你是我的粉丝 都可以参加我的礼尚往来活动 1月底前再为鼓励订阅任何文章 都有机会抽中软体进阶版的使用权 还有专属的群组讨论 等等看完影片 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连接哦 除了美光外 还有一家很多粉丝可能没听过的公司 偶尔股价也是暴涨将近30% 在讲股价暴涨背后发生什么事之前 我们先来简介一下 偶尔这家公司的背景 偶尔是由三位传奇人物 共同创立的自动驾驶公司 创办人分别是 Google自动驾驶部门的前负责人 克里斯·厄姆森 特斯拉汽车自动辅助驾驶团队的 前主管司特林安德森和Uber 自动驾驶店定者 直一的德鲁·巴内尔 共同成立于2017年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 光听到创办人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虽然心 但来头可不小啊 偶尔主要在研发自动驾驶相关的软硬体系统 结合人工智慧 资料式绝化 云端计算 深度学习等推理技术 核心产品是Overdriver 是一套可以安装到不同车款的软硬体组合 帮助不同车行实现自动驾驶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可以成功整合轿车 商务车 小货车 重型卡车 运动型多用 图车等多种车型 话说回来 Ora的股价在于NVIDIA和Continental 也就是大陆集团的马牌轮胎宣布合作后 短短数日内飙升近30% 这个合作的重点是 无人驾驶卡车的量产计划 目标是于2027年实现大规模商业化 实现后就会为物流业带来革命性改变 所以这项消息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也代表Ora在自驾技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Ora宣布将会在L4级别的自驾系统中采用挥达的系统 这些尖端技术可以提升自驾卡车的运算性能和可靠性 同时 Ora与马牌Continental的合作则专注于自驾卡车的量产技术 计划于2027年实现商业化 Ora的技术有多领先 除了前面提到三位创办人都非常大咖外 Ora的测试数据也非常亮眼 在公开到路上完成了数百万英里的安全驾驶测试 意思就是它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随着NVIDIA Drive系统的引入 Ora的技术只会更强大 可以应对更复杂的驾驶场景和市场需求 不过Ora的技术虽然很厉害 但它们的商业化之路其实不太顺 Ora的财务状况现在还是不够稳定 主要收入来源是测试合作和融资 Ora希望未来能采用按英里计费的商业模式 实现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这个模式还没有验证成功 从财务数据来看 Ora的营运亏损在过去几年一直高达7.3亿至8.5亿美元 研发支出和市场推广费用是主要压力来源 如果Ora不能如其商业化 财务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再说了 无人驾驶技术的全面落地也需要更多监管机构的支持 毕竟法规和政策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了 话说回来 对NVIDIA而言 和Ora的合作也是NVIDIA在自驾技术领域的重要布局 因为自驾车市场需求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超过600亿美元规模 NVIDIA与Ora的联手可以在这个非常竞争的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相比Google的Waymo和Tesla的自动驾驶系统 Ora专注于长途或运市场 特别是针对物流行业的解决方案 这样一来 可以在竞争激烈的自驾市场中形成差异化优势 Ora的股价在2024年已上涨91% 但我们如果把时间走拉得更长 从过往四年的股价来看 我们会发现Ora股价是非常高波动的 也就是说市场对Ora的未来潜力和风险都还在评估中 所以评价是很极端的 对长期投资者来说 Ora是极具潜力但高风险的标的 如果你看好无人驾驶技术的未来发展 那么Ora值得持续追踪 但切记 在股价快速拉升时 你就要非常小心风险了 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 身边的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 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 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 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NVIDIA和相关公司产业的看法 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 投资商品或产业有兴趣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 连带融入基本面 从码面跟技术分析 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颇段潜力的投资标的 辛苦可以一阵子 而不该是一辈子 布丁盘不短冲 只做趋势盘 这是我的理念 我是麦门 我们下次见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